我希望你们可以早日去拍 然后呢 好好地做生活 小女童许愿吹蜡烛模样可爱纯真 两个小朋友开心抱着爸爸拍照 一起到KTV唱歌 女童亲着爸爸脸颊撒娇 妈妈脸书上也诠释小孩子的照片 夫妻俩有一对五岁儿子和三岁女儿 无情活紧夺走儿女性命 一遭家属重回现场情绪悲痛 而另一个家庭是住在二楼的男子 同时五岁宝贝女儿 女友平常帮忙带小孩 一时之间也无法接受残酷的事实 女友悲伤啜气 女童爸爸贪婪坐在地上说不出话来 发生意外的两对家庭 总共有三个小朋友 因为年龄相仿时常玩在一块 但住隔壁的邻居抱怨 过往就常听说有孩童在玩打火机 没想到这回发生汗事 夺走了三条性命 根据了解两个家庭都零有低收入互补助 所住的亚房每月租金三到四千块钱 活紧来得出然 社会局也协助安置家属 一场大火让三名幼童来不及长大 命丧火窟 两个家庭就此破碎 记者陈广瑞 杨靖 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